你看这个鼻说话 这个 呃就是 笔直的一个人坐在沙发上 首次直播带户就责网友攻击 说到以来虽保重正义 但依旧直言直语 毫不收敛 在谎言遍地的娱乐圈 黄紫涛到底凭什么如此感 富二代黑红这些标签一直贴在他身上 也让大家对他的印象不怎么好 但其实了解你会发现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耿直真实的人 在前不久的第一次直播带户中 黄紫涛更是将耿直贯彻到底了 当时直播间充斥着各种言语 赚粉丝钱割韭菜 还有人表明要直播带货咯 看到这些黄紫涛明显生气了 直接就指着屏幕一股脑的输出 怒斥说自己割韭菜的人 你说我割韭菜 国家有难的时候 我一共捐了500万 我1T1Boss的品牌服装 我连他妈的利润都没有 我全部下仗捐给了河南 你说我是吗 黄紫涛怒骂喷子的时候 语气十分激昂 不过他这有理有据的会对 也确实是获得了很多人的理解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他这种性格 耿直的发言真是惊险男儿本色啊 确实这种有啥说啥的性格 别说再虚假的娱乐圈了 就算是在现实中也是不多见的 在面对粉丝提出的情感问题时 他更是惊险三观 粉丝问他男友出轨了 要不要原谅 听到问题的黄紫涛直接怒吼 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 像极了给失恋朋友出招的人 有一次在给粉丝直播时 他还不断爆料圈内的事情 有些制作人会要求演员陪领导吃饭喝酒 若不愿意就会被封杀 随后怒斥娱乐圈遣规则 他对这种陪酒行为深恶痛击 不仅自己不接受 甚至还向公司的员工下达了净陪酒量 表明自己不会为了工作让员工充满灵魂 不得不说这一番言论 着实是让人不得不爱啊 除此之外 黄紫涛还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人 此前河南遭遇水灾 他不仅立刻捐款支援 还将自己店铺的所有商品 全部下架持人灾区 这种闷头干大事 如此有担当的行为 也真是非常值得称赞了 在大师大飞上一点也不含糊 这样的人对待自己身边的人 自然也是没话说了 对待发小陈辰也是重情重义 因为陈辰是个聋哑人 所以黄紫涛经常很担心他 害怕他找不到工作被人欺负 于是回国后就立刻联系陈辰 让他留在自己身边做助理 为了和陈辰更好的交流 他还专门去学了手语 这么暖心的行为 也让人不禁感叹两人之间的友谊 黄紫涛这张扬敢言的性格 在娱乐圈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了 但谁能想到这样的他 竟然会对一只鸡如此害怕 在综艺节目中一段抓鸡的画面 可以说是笑点失足了 节目中教官让他拿着一只鸡 他被吓了一跳 然后还对那只鸡说 你别动装作凶狠的表情 结果脸上却带着痛苦面具 不仅害怕嘴上还不扰人 一个劲儿的说自己不喜欢气负弱小 当时的画面真是一度好笑 没想到天不怕地不怕的黄紫涛 竟然还怕一只鸡 而且他还经常自娱自乐 可以说是有那个社交牛逼症了 他说自己每天得跟桌子 杯子等大交道 还认为他们每天都找自己呈 桌子跑过来踹自己一脚 喝水水杯自己跑了 晚上晒晒月亮还能晒黑 然后月亮回他说就看他不顺眼 不得不说这是什么搞笑意然 自己一个人还能跟各种物件聊起来 这是真把他们当人了吗 真是笑不活了 不过就是这样一个搞笑有爱 又没有武装包袱的人 给大家带来了不少欢乐呢 很多时候我们评判一个人 都只是通过别人的直言片语 但这样的话语其实难免是真 仔细了解你会发现 有些人并不是你以为的那样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9 0 9 0 9 5 我 我太永远不是太伤